強臺宣蘭諾外圍環流八月三十一號 已開始影響臺灣出現間歇性雨勢 但他還在逐漸增強變胖 宣蘭諾原本的雙眼牆結構 已經置換完成 但移動速度變得緩慢 海漢令格熱帶性低氣壓雲系 進行藤原效應整合變狀 預計一號二號會滯留臺灣東方海面 三號才會開始北轉 氣象局不排除二號 上半天發布海警儘管往北路徑大方向不變 但颱風中心撞進來的機率依舊存在 不能忽視的還有他帶來的雨勢 一號北臺灣多為震雨 五後雷震雨 二號到三號北部亦有好雨大雨 其他地區則多為震雨 受到外圍環流的影響 明天後天降雨的情況會更為的明顯 尤其北部東北部地區是容易有大雨出現 那要特別提醒在北部山區以及基隆北海岸 可能會有局部的豪雨 宣蘭諾路徑上依舊有著不確定性 但確定的是北臺灣雨勢越晚會越明顯 會不會直撲向臺灣 人得格外關注 走進基隆碧沙漁港 不少漁民聚集港邊 忙著趕快洩漁禍 面對長台宣蘭諾來勢洶洶 一早就有不少漁船進港避風 在正濱漁港還有遊艇船主 加強固定纜繩 積極防臺 鏡頭來到台東 復岡漁港 同樣可以看到船員忙進忙出 把貨車上的民生物資通通搬運到船上 大小貨物瞬間塞滿客輪後方 由於接下來要停航 除了送物資到綠島蘭嶼 就是要後送遊客返台 早上就會運送物資跟後側那些遊客 對對對 蘭嶼綠島都一樣嗎 對 蘭嶼綠島都一樣 台東市加果園裡 農民也急防台忙得不可開交 因為這隻市加結果期間 擔心強勁風雨刮傷果實 先套上網袋 外面再套紙袋 而且還要修剪枝條 加強保護 避免損勢擴大 風很大 後來趕緊趕快透代 不然的話還沒透代 怕那個四家支條 所以風很大 導致少到四家 後來四家就邁向不好 漁民果農不敢大意 全員動起來做足萬全準備 抵擋牆台 三天新聞林君華王浩元 葉仙廷基隆台東 採訪報導 好